嗨 大家好 我是豹子腿方常用 我們今天來到台南棒球場看比賽 我們現在裡面進行的是第七局上半 我們剛在六局下半的時候 其實樂天還是2比0的領先 為什麼在六局下半 統一整整打了一輪 最後比數變成6比2 當然現在還在比賽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結果會是怎麼樣 但是這一局我看到的 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 黃子鵬換上陳冠宇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比數是2比1 他第一個面對到林俊翰 先投出一個試外球保送 之後遇到蘇智傑 我現在要講的這個 我所看到的 那也把它分享給 這些有在打棒球的朋友們 這個是一個可以去探討的一個點 在面對第六棒蘇智傑的時候 很快有取得兩顆好球的領先 但是兩好球沒有壞球的情況下 結果被蘇智傑擊出了一隻安打 有一分的打點 單平的比數 兩顆好球的時候 不是不可以投變化球 是那顆變化球 可能就必須要投的稍微開一點 要不然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形成安打 因為打者的心態一定是 我兩顆好球的 球差不多我就一定會去做攻擊 那你又是變化球球速又比較慢的情況下 就比較容易破壞的節奏 結果還去打成安打 那造成了失分的結果 OK 再次重生不是不可以投變化球 我覺得在蘇智傑這個打擊 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就是在兩顆好球的時候 你要投變化球可以開一點 但是我覺得啦 因為我的觀察 在旁邊的觀察 我覺得蘇智傑 尤其在第二顆好球 他的揮空其實是明顯的慢的 跟不上他的訴求的情況 可能投補當下 可能有別的想法 當然這個是結果論 這個也很難 很難的去判定 你也許那顆球投變化球 那他揮空三陣 那一局什麼事都沒有 在這個時候 熱天桃園換上朱俊翔 那面對到第七棒的陳聰廷 其實跟上一個打擊是 一樣的意思 也是一樣很快的取得 兩顆好球的領先 但是第三顆好球 他投了一個變化球 那被打了一個山尤川的安打 其實從這兩個打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都是很快 兩位投手都是非常有球術的投手 持球的品質也都非常好 第三顆球 他投了 他選擇使用變化球 那都投得太甜了 其實是可以試著把它投開一點 大家可以看得到陳聰廷 那顆球 他其實也是身體中心被破壞掉 之後 就剛好碰到球 碰到球 那剛好運氣好 剛好找個洞穿出去 那在陳聰廷這個打擊 他這次安打產生 就變成3比2 那後面的林大恩打出拳 那一打 那就變成6比2 那現在的目前比數 是6比2的情況 這個是結果論的問題 只是我剛好有看到 那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案例把它提出來 給大家有一個經驗上的建議 我希望說看我這個頻道 有在打球的朋友們都可以 我們一起成長 也不是說我比較厲害 今天剛好有空檔來看比賽 剛好看到這些東西 那跟大家分享 熱天桃園為什麼會在 兩顆好球之後 他們會選擇配變化球 其實 我相信他們也一定有做一定的情收 或他們對 對方一定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只是說那個球可能沒有控好 就失投了 因為兩顆好球之後 投了變化球 打者的心態 他兩顆好球來了 第三顆好球差不多 我一定會去做攻擊 要不然我不可能站著被三陣 那變化球的品質 一定會比直球還要來得慢一點 那又剛好投在比較甜的位置 雖然已經成功的破壞到打者的重心 但是還是最後形成安打 這個其實 棒球之神在六局下半 是站在統一師的一邊 這一集 就是剛看完球出來 我想說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搶著要快速上片 所以在球場外面 本來在裡面要拍 但是裡面聲音太吵雜了 太大聲了 影響太多了 那我們趕快出來外面拍一拍 喜歡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部影片一樣不會有字幕 單純的經驗分享 OK 下次見了 掰掰 你要幫我訂閱好不好 幫我們訂閱一下 OK 掰掰